拓展台湾水果进入日本新消费市场 农业部农粮署和辞称县合作 今年已经有239所中小学 采购了台湾的香蕉供应学童的营养午餐 今天纳科市立第一中学 特别邀请农业部次长胡中医 以及驻日代表处的李易洋代表一起参加活动 并且和学童共进营养午餐 也希望能够拓展台湾香蕉加工品 前进日本市场 跟日本学童坐在一起享用午餐 结束正餐之后来个饭后水果 特别的是这香蕉其实来自台湾 日本辞呈县中小学8号的营养午餐 全部摆上台湾空运刚送到的香蕉 作为学童的饭后水果 许多学童都是吃一口就有超级经验 我喜欢吃一口就有超级经验 我喜欢吃一口就有超级经验 我可以吃一口就很美味 我可以吃一口就会吃一口 我可以吃一口就很美味 营养午餐评管严格 台湾水果登上日本食肖营养午餐 今年已经是第六年了 这次选择秋冬季节扩大办理 池城县就有六个市全面展开 而农业部次长胡忠义率谈考察 特别来参加 更用流利的日语跟学童直接沟通 好好推烧台湾水果 以农业为出发点 这些实际的接触跟交流之后 会成为日后两个国家 人民跟人民之间更稳固 布置农业部新任驻日代表李毅阳 也抽空首度参与这项学校活动 和学童一起做板凳聊聊天 在很多日本的学校做饮养午餐 相当成功 事实上其他的水果 他们也都积极的在推动 农业部未来将持续 日本市场紧密合作 推广水果 并且稳固品牌形象 要为台湾农业开创 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记者宣胜芳日本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